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我的虾皮卖场 接下来我们拍摄一个影片 来介绍一下这台GVC的DV 首先这台DV它是一个奶白色的 然后它的型号是HM33 W就是white白色的意思 然后这台DV的话它是GVC 首先我们从外观开始看 外观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没有明显的划痕 正面的话是没有明显的划痕和物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磨损 应该也不是磨损 小吊棋吧 小吊棋啊 小吊棋是有使用的一个痕迹 然后白色部分的话是没有的 然后这个带子的话也是很新的 一般这个带子因为它是葛的一个材质 如果说老化的话 这个带子挺容易老化 但是我们手里是还是没有的 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外观 然后开机的话打开就可以开机 然后呃使用方面功能方面的话是相当不错 这个呃就可以这样打开的啊 所以说这个DV的话比卖场里其他的DV要便宜一些 屏幕荧幕的话是没有任何的发黄黑点阴影老化这样的痕迹的 我们对着白色的墙壁可以来测试一下 然后这台DV的话它是一个触摸荧幕的啊 可以这样选择 然后他也是可以调成中文的 然后这个DV的使用方法是非常简单 然后我们把这个调成繁体中啊 啊没有繁体中只有一个汉语 然后这台像啊这台DV机的话 他一般有两个模式 呃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影片和像照片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如果说呃想切换成像片模式的话 他这个内置内存很大 我现在已经可以拍一万张照片了 这里这里啊这里 这里他会显示一个数字 呃拍摄照片的情况下是按这个键 然后拍摄影片的情况下我们把它调成影片模式 然后按这个键在这个位置 按下之后的话他就可以拍摄影片了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 然后再按一下的话就是停止 呃然后如果说呃你想看相册的话 像啊相册是触摸的按这个位置 也非常方便 如果说你是影片模式下的相册的话 他就是会显示我们拍摄的一些影片 然后删掉 删掉了 然后你要是这个相册模式下按这个 相片的话他就是照片那个相册 那我们也把它删掉 但是这样的一个使用过程还是非常简单的哈 没有什么太难的操作 呃然后如果说 啊现在没有文件了 如果说 如果说你想把这个影片导出来的话 我会赠送一囤数据线插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插到这个位置然后连接电脑我们可以把它导出来 然后充电的话是这个键 在这里 会有一个充电器 然后我们插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框 然后 呃 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说有什么不懂的话 可以在这个聊聊上 继续问我